恋爱就是少女的力量源泉 如此会玩的设定你绝对从来没有见过 就为美少女一心仪的爱人约会 就能获得无与伦比的力量 而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一个男人 牙九 绿珀金 她的内心非常难小 并怀有人类接触恐惧症 长相普通 外表粗犷 一副圣灵无尽的气场混乱点程 于是便有了恶魔之争 从来没有人愿意跟她做朋友 一直以脱针喜欢上了读书 试图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某天她的胸前出现一团光球 她是神界的主神奥廷 表示地球马上就要被恶魔入侵 而脱针是她选中的男人 要肩负起拯救地球的重任 为了彻底消灭恶魔 奥廷还将自己九个女儿排台帮助脱针 只要和九个美少女分别恋爱 完成指定的战业内务需求 就可以帮助少女获取力量与恶魔战斗 所以脱针的工作就是帮少女来提升实力 前线的战斗全由九个少女来负责 没等脱针拒绝 九个少女就以不同的身份 浓入到了脱针的生活中 而祈求少女对陌生的脱针 也有本能上的排斥 但为了大局 她们还是选择配合 而第一位被脱针攻略的少女 是七女七素 一个神经大条 却又异常可爱的活活少女 性格风风活活 和脱针到幽懒的状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可能正因为性格不同而产生吸引力 其他吉女也是极力地 为恶人制造独处空间 后来某天夜晚 根据奥廷的神域提示 即将有恶魔出没 于是恶人立马完成战链任务 前手购物 来提升等级 可谁知道这次出现的恶魔是高级恶魔 简单的质地接触 所产生的能量根本无法抵抗 危急时刻 拓针只想着逃跑 这让七素对她很失望 可当恶魔抛出飞时 向七素砸来时 想要逃跑的拓针 却偏其内心本能 替七素挡了下来 这一幕让七素对拓针的不满 烟消云散 而为了尽快消灭魔物 七素主动扑倒了拓针 在完成全新的战链任务后 庞大的能量汇聚全身 最终七素变身成为战少女 手中的圣剑本化出巨大能量 恶魔被成功消灭 事后才会想起拓针 或在自己身前的那一幕 即便是战兽女 内心深处也难免荡起一丝涟漪 她鼓励拓针可以自信一点 恶人关系也因为这次战斗变得亲密 而看到七素变身后的能力 无女无业也迫不及待 想要获取力量 她又转校生的身份 来到拓针学校 第一年就当选学生会会长 而为一群小迷地喜爱 利用植物之鞭 让拓针单独来找自己 再进门后就用铁链 将其捆绑起来 可所谓的恋爱并不是一个人的自嗨 必须是双方内心深入心甘情愿 如果只是单纯获取力量 那战兽人物就会无法通过 所以即便无业努力想要调动情绪 可最终还是失败 直到新的恶魔出现 七素有能力被完全克制 为了能消灭魔物 战兽人物 但从小到大 无业崇拜的男人就只有自己的父亲 所以她实在无法对父亲以外的男人有好感 而不完成战兽人物 就意味着她无法与恶魔战斗 一直到这些的时候 战兽人物缩成一团自闭起来 面对如此消极的伍业 拓针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想到小时候自己被母亲安慰时的场景 她下意识地轻轻摸摸伍爷的头 而正是这种摸头杀 让伍爷有种被父亲关爱的感觉 从而触发了战兽人物的完成 于是在七夜快要被恶魔吞没的时候 我也及时感到 一个是锋利的剑 一个是无解的锁 恶人合力成功击杀了恶魔 看着姐姐妹妹战斗时 那英姿煞爽的模样 可把身为歌手的六海缠坏了 她本来就不讨厌拓针 甚至还觉得她有些可爱 于是决定和拓针来一场 和偶像约会不被发现的战兽人物 那是六海的名气太大 到哪里都得堕堕堂藏藏 恶人相处模式 一点都不相恋人 关键是他们一切行为 都被学校副会长全似看在了眼中 于是召唤恶魔小喇叭 全程播报六海的行踪 路上的所有人都被恶魔影响神志 开始寻找六海围醉堵截 现往拓针带着六海 躲到了小巷的柜子里 由于柜子太小 气氛顿时充满粉色 在在暧昧的氛围下 他们进意外完成了战兽任务 变身后的六海在即将被人发现时 带着拓针眨眼间来到天空之上 他的能力是飞翔 眼看九位少女都在觉醒自身的能力 似乎整周世界好像并没有那么困难 可真正的麻烦在刚刚开始 因为犬次已经打算计划抹杀他们 敌在暗我在明 拓针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马上学院纪就要到了 在中场和约会 可以同时提高九姐妹的战斗实力 然后在学院纪前夕 身为副会长的犬次来审查班级项目 故意针对拓针和奇数 在他们手忙脚乱时 偷偷拿出一颗红宝石 静静一转 断时班级上的所有学生都被魔物附身 并向奇数拓针起来 奇数和人类无异 甚至还不如拓针一个大蓝人 而犬次也并没有打算在这里伤害他们 只是这次试探 他成功打探到了九姐妹的落点 于是在学院纪当天 趁拓针落单的时候 释放了暴石之王的恶魔 目前暴石之王被困在了结界 却叫所有的学生都被恶魔附身 开始无差别攻击 众姐妹开始伤到部署对抗 最终决定留下奇数守护姐姐路口 剩余姐妹进入结界与恶魔战斗 只要等到拓针到来 变身战少女就能打败恶魔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犬次已经找到拓针 将她打成重伤 拓针现在只感觉身上无比虚弱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脑外中她想到的母亲和大家 强大的信念让她站了起来 但人类又怎么会是邪神派的对手 拓针被犬次打得无力还手 可就在关键时刻 恶解恶业出现了 原来九姐妹一早就知道 第一人会在学院纪行动 于是在每个人身上 都安装了带有定位的死线 犬次也不例外 二姐的阵力特别强大 来个犬次才会在拓针体内 寄生了病毒 这件拓针被蓝腰斩断 可下一秒 一道金光出现 竟然拓针恢复原状 她着急赶到战场 支援九姐妹 凭借这股信念 竟然触动了护身符 米特斯汀 也正是她的出现 让世界树的眼泪 修复了拓针的身体 犬次万万没想到 一个毫无战力的废材 竟然得到这种神器 她的计划被彻底瓦解 在拓针找到七叔他们后 就想要抓紧完成战链任务 但因为体力耗尽 再加上一直在雨中战斗 七叔感到力不从心 拓针十分焦急 已经几件内 还在激烈对抗着 忽然 她在手中出现一本书 光芒射出 竟温暖的七叔的身体 在这本神秘书籍的帮助下 恶人最终完成了战链任务 变身战少女 七叔拔出 带有符文的剑 像战神一般的 挥出力剑 结束了这场战斗 而救她的竟是一个小男孩 在经过这一场大战后 大家都累得不想动弹 而根据父亲的神谕 明天还会有恶魔出现 目前犹疑其他原因 明天的战斗 只有刘海和巴云 可以变身战少女 所以他们打算 在今天和拓针单独约会 但巴云是个面谈少女 还很毒蛇 这段拓针一直很紧张 一不小心就打断了战链任务 最终 只要换刘海 来尝试战链任务 可关键时刻 一个拿着50刀的绷带怪物 刘海和巴云 总算变身成战少女 但因为等级太低的原因 变身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二人瞬间被打翻在地 就在怪物准备回到砍下的时候 拓针想到当初 自己召唤出的那本书 于是又一次呼唤出来 竟恢复刘海和巴云变身的时间 如此逆天的能力 让远处注视着 一切的邪神派小孩 有些头疼 缺恨之下 他换出了半能半身的公主大灯 他的力量足以碾压九个少女 之后的母天 七叔和拓针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道身影从七叔面前一闪而过 转入小巷 七叔拔前对抗 并将拓针护在了身后 黑影和七叔来了几次对见 七叔的手都被震麻了 也没见对方身影 正当他想到自己会死的时候 黑影现身却是没空的大姐一煎花 回到家后 一煎花把拓针麻到狗血淋头 转身就对妹妹关了有加 他一直都想不起拓针 这仿佛两连半的裸奇模样 但为了提高战斗实力 他又不得不被迫 与拓针完成战连任务 但因为内心极度抵触 导致一煎花虽然变身成功 可却没有提升等级 强大的力量只能释放一次 就会彻底虚脱 和公主这时也准备好了 大家的权势和女巫猎人准备反击 可半路却被一煎花揽下 只是人类状态的一煎花 就已经压制了整个局面 但关键时刻 有个人类出现 让公主和她的猎人找到机会 变身战少女 瞬间召唤出许多恶魔 不过这次变身 还有些不太适应 眼看自己的英灵猎人有些虚弱 于是公主立刻撤退 一场大战就这样暂时终止 等回到家的众人 开始商量对策 他们打算主动出击 但是由一部分姐妹无法变身 只能由最强战地 一煎花和二爷出赞 但这样冷实力量全输 身为英灵猎人的拓针 这次也想要尽力 大家虽然嫌弃 但还是带上了她 缩战计划是二爷在前方 吸引敌人的注意 并消耗他们 一煎花则带着拓针 去偷袭公主的女仆 因为英灵猎人是战少女的心脏 但是到后方的拓针 却发现公主召唤的魔物少了一个 很有可能就在女仆身上作为保护 等她一时过来的时候 一煎花已经冲了出去 这次偷袭过程 也失败告终 拓针见状分离飞奔过去 即使挡住了主要伤害 但一煎花还是无法动弹 因为她变身后的能量已经耗尽了 逃到一边的大姐 让拓针逃走去保护好妹妹 但是拓针并不想放弃她 并试图触发战连任务 后面还有公主和女仆的追击 即使被击飞 拓针还是把她护在怀里 这一下子 改变了拓针在大姐心中的印象 愣客了她 从而完成了战连任务 拓针也因为自己坚强的信念 成为真正英灵形态 来成功突破了公主的防御 处一下风的公主 为了彻底打败九姐妹 竟和女仆融合一体 整个天空变成了血红色 所有人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公主会去一个巨大的能量球 招了拓针他们丢来 可预想中的爆炸没有发生 拓针长在鸡女面前的一幕 让公主想到昔日 女仆忽在自己身弦的场景 她最终没有冷心下手 但她时辰的空档 就被大姐他们捕捉到 这种战斗以公主落败 拉下帷幕 可未来还又不知道 多么强大的恶魔会继续出现 拓针他们必须抓点时间 提升等级 那鸡女也从一开始 对第一样的渴望 抑或着排斥拓针 到如今对她好感倍增 整出世界什么的 果然是自意幸福的 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反名战叉恋 这绝对是广大绅士 会喜欢的神奇动漫 不过评分因为脉漏缘故 自然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但这与众不同的设定 足够是让我想到了另一部番剧 于是该番也有另一个名字 九等分的花架 九个风格不同的美少女 在后宫中都实属少见 并且与常见的后宫番不同 男主不会秒天秒地秒空气 更不是帅的吊渣 一把锁也不能配四把钥匙 看完全片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到底收在了哪里 接个秀